台北市出現了甲醛屋 有一位周先生找上了議員來成行 說自己每個月花了七萬五 在台北市的大同區租了一間四十坪的豪宅 沒有想到六歲的兒子開始出現嘔吐的症狀 而他跟老婆也長長眼睛痠 頭痛等等 去醫院檢查才驗出的是甲醛中毒 發現房屋內的甲醛疑似嚴重的超標 不過詢問房東得到的回應卻只是 要他們把窗戶打開 房內放鳳梨就好 小男孩不斷呕吐 媽媽緊緊抱著眼裡 滿是心疼 但身體出問題的可不止小朋友 不只兒子身體出狀況 爸爸周先生也秀出自己雙臂的傷痕 說大人也有頭暈 頭痛 眼睛痠 嗜睡等症狀 檢查才發現疑似甲醛中毒 但甲醛哪裡來 竟然來自他們租的房子 周先生一家照專業單位檢驗 發現房子裡 甲醛指數0.14ppm 超過標準值的0.08ppm 兒子住的小孩房 濃度更高 最誇張的是房間 月租金要價七萬五 收這麼貴 卻是家全屋 他們是跟我們說 你只要把窗戶打開 切個那個什麼鳳梨 安以後 這樣就可以了 沒事了 好 我們也是按照他這樣講 冷得要死啊 尤其是我們去年這個冬天 周先生說身兼建商的房東 已在表示溝通中 實在忍受不下去 中間一度搬離 房租兩邊角 最後負擔不了開銷 只能再搬回來 甚至銅棟大樓裡也有類似問題 讓接貨陳情的議員也不禁想問 標榜的綠建材在哪裡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這個偷天換日 掛羊頭賣狗肉 拿證照 拿這個綠色標章 合於標準局的一個標準的綠色標章 拿來唬人 然後私底下 你在裝潢的時候 你用的是劣質材料 監管處只能就建築材料的使用上面 去做一些規範 那這一部分 做事前上面的一個預防 台北市消保官說明 建商是否使用綠建材 事後可查核 被點名的建商房東 則暫時沒有回應 只是花近8萬租金 租了40坪豪宅 想不到卻價權超標 周先生只希望房東能負起責任 讓一家人生活回歸正貴 記者最後報道